6月1日的收市广播 今天恒生指数来说 升了316点到29468点 成交方面1560几亿 上升股份来说有1000个 下跌股份也有800几个 今天大股市来说就继续向好 主要是靠这个重广的科技股所带动 譬如腾讯 今天来说升了1.4% 去年628元 美团也升了60% 下部313元 这只快手也升了90% 有一个挺大的反弹 其他普遍都是向上 昨天也跟大家说过 新经济股来说 其实也看到开始有见底回升的迹象 当然有这么多只来说 有时候未必买中的 如果真的留意新经济股有两个选择 第一就是买回龙头 譬如腾讯 另外可以留意科技指数 科技指数的ETF 譬如是7226 南方科指来说升了5.7% 有两倍广角 所以投资者也不妨可以考虑一下这方面 另外一个板块 也特别要提前就是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今天来说 在大成交配合之下升了3.4% 升到218.2% 除此之外来说 另一个板块也有移动就是石油股 中石油升了2.5% 883也升了3% 386也升了2% 主要来说 看到纽约旗油 今天来说在香港的中午时段 都升到67% 现在来说去到68% 都酝酿升出之前的阻力 所以看到 随着油价来说 向上的情况之下来说 三统油来说是可以有机会再升多一阵 另外来说 今天来说 在豪赌股都动动 因为中午来说 澳门公布了5月份的博彩收入 按年来说升了5倍 因为去年的基数太低 因为疫情相当是如果如途 但今年来说 按月来说升了2成多 市场收货 所以 和豪赌股今天来说 都是有点反弹 银河升3% 金沙升2% 其他来说都是普遍向好 澳门升2.7% 其他板块就是个别发展 有升有点 不像特别表现得很大的情况 建议大家 在目前的情况来说 我们看到恒指来说 都是有向上的迹象 但要先穿到29500点 因为这个也是之前的阻力 如果穿不到的话 可能都是上市 但穿到的话 有机会上回30,000点 职目以待 审慎乐观 暂时来说 因为看到科技股 开始有资金流入 所以暂时的市场 都有机会 尝试 起码都穿穿 市市 移民9500 看看部署 或者用科技指数 或者留意整体大市的情况 表现 今天收市分析 暂时就这么多 不错 都会给你 编詞 都会有 有数多